謝謝徐副總剛剛回答 不過徐副總你剛剛回答 其實我還是聽得出來 這是平常本來你就會諮詢的單位 它不是一個特別的 我知道在試運動工程 這些單位你本來就會有幾個 也是本來台電公司有接觸的 但是我看到你們台電公司的報告 就是剛這個你們等一下會報告 還沒有報告的資料裡 也是因為我們這幾次 委員會提出試運動的問題之後 我覺得有獲得一些成果 就是其實真的是 你們的確是這邊寫了說打算聘請 國內外專業人士及相關機構 獨立查核測試程序度的完整性 還有聘請有經驗的第三者專業顧問公司 對這個數位移構系統 進行獨立驗證的評估 我覺得這是有特別的主治 不是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是之前 在沒有問題的時候 一般你也會執行這些人士 那我想吳律長跟我都會聊天 想要問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聘請的權利是 跟領選的權利到底是 是園能會還是台電公司 還是你們會共同商量說 到底要聘請哪些人士 跟哪些公司 有沒有這樣 這個名單是什麼時候要出來 那我想這個名單可能 他的團隊有好幾個 然後還要領選出 覺得比較適合台灣 或肯接受邀請的 這個時辰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希望我們會對於這個名單 我們也有建議權 例如說我們也可以收集 就是國外所謂的第三者的部分公司 或其他專業的人士 我們也可以提 讓我們接委也可以提建議名單 所以希望你是能夠把這個 聘請的權利跟討論的程序 還有時間能夠詳細的說清楚 我想現在這個名單 應該還沒有出來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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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稍微再確討一下 我也不願意這樣 各位 那非常感謝 就是當然這個 可是案件監督委會 會提升對這個工程上來說 也從不同的內向 用大家關心的功能 不同的內向來關心的功能 其實當然也是為了工程好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的確DCS的逐利驗證 我們目前在進行中 我們會採取公開 公開的評選就是這種的 所以最近正在辦 正在辦採購程序中間 那我也跟補員在報告 我們當然美國有個什麼 SBIC 公司 他說他們在美國是非常有名的 他也沒有來幫助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最近會來台灣做個簡報 那我一說 這件工作其實是我們是公開的 公開評 公開照標的 可以這樣 只要你合乎這個 一些真的是合格 合乎要求的話 我想你這種 你不會做很多的事 溫哥請問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園聯會這邊的 沒有 是財店 因為我們像這種事情 不會跟負責說 園聯會去商量 因為他們是鼓勵 他們做的 如果我們做的不好 還是說你這個做的不好 他還會你自己來要做一些事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 不會跟他說這樣 這個上面應該要跟經濟部商量 在擬定這個名單之後 這個名單沒有的經濟上 我們只是公開的 現在已經是公開的照標的話 當然有些他已經看到 因為很多美國公司 已經看到林鄭豪的合適論 很多人看到他希望能幫台灣 所以他很可能就來主動 來這邊說 來做一些他覺得他怎樣可以幫助台灣 幫助台灣 幫助台灣 就是他來做一些簡報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 特定就是要誰誰誰的沒用 好 謝謝 志祺兄剛才還有提了一下 就是說我們武理長所提到的這個集結點 以及公路要不要夠寬的問題 我不曉得